好 嘉宇市有议员痛疲之远警为了求计笑 猛开交通罚单就连骑车的阿公阿嬷都不放过 光是去年收入就高达七千万元 这已经远远超过总预算编列的五千万元 而其中开单居贯的派出所 一个月平均可以开出一千五百零三张罚单 那在路口执行勤务 就算骑士已经戴了安全帽 也没有违规还是要拦下一一盘查 另外还有轿车因为违规停在红线上就被远警 带个正着 加一市有议员痛疲 远警为了求计笑猛开交通罚单 连骑机车的阿公阿嬷都不放过 光是去年罚还收入就高达七千万元 远远超过总预算编列的五千万元 其中开单居贯的派出所 一个月平均就可以开出一千五百零三张罚单 这一个月的开的件事是有稍微多一点 那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车祸的发生 来到开单居贯的派出所负责执行交通请务的 二十几名远警一个人平均每个月要开出六十张罚单 所长还要求远警执勤不能空手回来 因为我们派出所的地区特性是属于商业区 那火车站啊中山路都是在本所 那为了要遏阻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对这个执法的强度我们有稍微加强 远警解释由于直行路段位于嘉义市中心 附近有火车站等商圈 取缔方法是个案不同 对于议员表示专门针对老年人开单的行为将会加以改善 若指示亲文违规会议劝导代替开单 周围雄侯国文章信一该报道